最近我老婆出席劇社的聚會 短期盧導演跟我老婆說 她說Wendy 你老公拍摩登二世祖的片 我有看的 她教人煮食那些我都有學 不過可不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菜式呢? 我太太回來就跟我說 因為盧導演是其中一個她很尊敬的導演 她就說 喂老公 盧導演說可不可以做一些簡單的菜式 沒有那麼複雜 不過我想一下 不是喔 其實我拍的那些片全部都是我日常 我們家裡吃什麼我就拍什麼 不過盧導演既然有這樣的要求 那我怎麼敢不遵命呢? 日後我就會拍一些簡單的菜式 例如青炒菜心 青炒芥蘭 不過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其實青炒菜心 青炒芥蘭要做得好吃 就好考功夫的 就等於在酒樓來說 如果你一個廚師要考他煮得好不好吃呢? 就一定的了 乾炒牛河 豉油黃炒麵 咕嚕肉 如果這些都煮得不好呢? 那這個廚師好極都有限了 那今天呢 我準備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蝦醬牛油蒜蓉 一字骨 好了 我在街市就叫蝦醬婆 就幫我把一字排骨 就斬開一塊塊 其實有幾種不同的吃法 這次我就斬一塊塊 但是如果大家想不要斬得那麼細塊 其實可以把一字排一開為二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一開為二你可以用手拿著慢慢似來吃 是別有風味的 那我跟女兒說了 下次我就會把一字排一開為二 就不像現在這樣斬開一塊塊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大家看片 看看怎麼做 那就買了三十塊的一字排 或者叫一字骨 就叫肉檔斬開一塊塊 另外這個就是醃料 醃料裡面其實就有一湯羹的蝦醬 就一湯羹的生抽 半湯羹的蠔油 一茶羹的糖 另外還有就是一湯羹的紹興酒 再加上就是兩湯羹的蒜蓉 這樣就拌勻它 那還有落少少的胡椒粉就可以了 拌勻它 那接著就把這個醃料的汁 就倒下去這一字骨 就醃它大概兩至三個小時就可以了 那現在將那個醃料的汁倒下去 那就拌勻它 那務求呢就是要令到每一塊一字排骨 都是給那些醃料包均勻 那接著就醃它兩至三個小時 那這個時候最好做什麼呢 我就約了我好朋友 有唐小姐和她老公和女兒就喝下午茶 那我不如喝完下午茶回來才繼續 那一字排就已經醃了三個小時了 那其他的材料呢就還有一塊牛油啦 蒜蓉啦 那還有就是小小的紅辣椒 那因為我又不是很吃得辣的 純粹呢就有一些辣椒味就野味一點 那另外呢就有些麵粉 那一會兒就是把一些一字排放下去沾的 那當然還有些蔥了 那這個蒜蓉其實一會兒我們就會用些油來炸香它 那現在呢就先炸香些蒜蓉先 就不需要太大火啊 慢慢炸到它金黃色就可以了 現在的蒜蓉已經炸到金黃色了 就把這些一字排就蘸到麵粉裡 蘸一層粉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我們就用正話呢 炸了蒜蓉的那些油 再加一點油 再加一點油 那就可以把排骨呢 就用半煎炸的形式 就用慢火 就慢慢地去煎它 就記得一定要用慢火啊 慢火去煎一下它 那煎到它金黃色呢 就可以翻這個了 翻轉去煎另一邊了 好了 看得都很漂亮 現在煎到 最主要是慢火 那因為呢我們是在家製呢 那所以我們就不會加很多油 就不同酒樓 酒樓就很簡單了 然後燒紅油 然後呢就調小火 靠些油的熱度 就慢慢去把排骨弄到它熟 但我們就真的要靠慢火慢慢來煎 好了 接下來呢就燒紅的鍋 不需要太熱的 慢慢把牛油煮熟 好 那現在煮熟了那些牛油之後呢 就可以把剛才炸的排骨呢 就倒下去了 好 好 一鍵鍵把下去 然後再拌勻 這樣就出外面拌勻 好 然後再拌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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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把红辣椒倒入 然后把蒜蓉搅拌均匀 好,差不多了,最后再做些葱花 好,这一味虾酱牛油蒜蓉一折骨就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试试自己做,一点都不难